一四魅族十六S真机叠照曝光 无流卡全面屏 屏占比惊人 昨日小米在北京正式推出了新一代旗舰小米9 该机全球首发小龙855处理器 号称史上最美小米手机 不少未有面对这款新机 能够表达了对魅族新旗舰的期待和好奇 现在有最近消息 一张疑似是魅族十六S的真机叠照在网络上曝光 根据数法博主的爆料 叠照当中的手机与此前曝光的魅族十六S相关系细一致 采用无流卡全屏设计 并且边框确实极窄 额头和下巴达到了同样不错的水平 此前黄章曾表示 魅族十六S的下巴宽度将比十六TH减少1.5毫米左右 现在从铁照来看 该机的整体观感确实十分不错 大家方面 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 魅族十六S系列将包括三款机型 分别是6.2英寸的魅族十六S 6.5英寸的魅族十六S 和一款游戏手机魅族十六G 均采用最新的高通向荣85旗舰级品牌 不过十六T的定位要低于十六S和十六S 将搭载索尼四千八万像素主射 此外十六S和十六S的大四 还无望支持屏幕指纹实验 电阻量方便是3600毫安 并支持24瓦快速 不过不会支持无线突变 据悉此前魅族科技创始人 黄章头争取在三月底量产 售价将比十六TH高出500元 将会在3300元左右 比昨天发布的CM9高上了不少